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峰仙子传神运 卓尔英姿向必消 魏无羡俘手而立 仰望着一束繁花 进去吧 你的腰还需要休息 蓝战见魏无羡驻足不前 以为他又打起了退堂鼓 温热的大手无声无息的贴上魏无羡的仙腰 用掌心一点点的暗柔 来缓解他腰上的酸痛 后天就要大婚 有些事必须弄清楚 免得总有那么一个若有若无的影子 横在二人中间 且我要好着呢 若不是想着要来藏书阁查阅资料 就凭我的经历 再和你大战几个回合不成问题 事关男子汉的胜负欲 就算现在两条腿还软到发颤 说出去的话也要铿锵有力致敌有声 真的 当然藏书阁中 只有你我二人 算了 查资料要紧 先办正事 不要老想着那些不可描述的事实 魏无羡往前一大步 抢先迈进藏书阁 摆脱了背后那只暗戳戳占他便宜的魔罩 看着又乖又耸的小凤凰 蓝湛一脸宠溺的摇摇头 快不跟了上去 藏书阁里的图书分门别类 摆放的整整气气一目了然 正如外界形容的那样 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两个翻阅了大量书籍 包括禁书室内的图书 也走马观花的略了一遍 结果 已无所获 四海八荒 除了天族的人之外 再无以抹额为标志的家族 蓝湛 除了藏书阁 哪里还有收藏书籍多的地方 魏无羡将手里的一本一普制塞回书架 无精打采的看着 被他翻阅过的一排排书籍 掌管三界的司命主宝 于是乎 一贯清冷门可罗雀的司命殿中 一下子来了两位大神 二殿下 魏公子 你们所说知识 我从未耳闻 不过 我倒是记得 小时候听我师父说起过 抹额 并有我们天族专有 好像是 是 十个多年 有些记不清楚 你们二位跟我来 司命主宝在前边带路 顶着两个人七拐八拐 绕到一座台眼望不到顶的书楼当中 泄露天机 其最当珠 这泄露之前祖宗十八代的秘密 应该不算是天机吧 他这个司命刚刚接任不久 尚未娶妻生子 大好的人生刚刚开始 他不想因为这个 就此折在心里 着 是 战神寒光君一开口 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 司命也要义无反顾的冲锋陷阵 累不累 旁边休息一下 好话说的豪迈 还能大战极场 可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有限 昨夜折腾了大半速 今天又忙着查找资料 又不是钢筋铁骨 怎么会不累 当然 有的人就是铜皮铁骨 晚上无论战况多么激烈 也不妨碍人家第二天一早神清气爽 精神百倍 比如 眼前这个衣冠楚楚的大尾巴牢 韩光君 魏公子 找到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就在魏武县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的时候 司命捧着一大落的竹简走了出来 随着一卷一卷的竹简被展开 一个惊天地气鬼神 血雨腥风荡气回肠的故事 在三人面前铺陈出一袭血色的画卷 云深不知处的一瞥惊鸿 到屠戮玄武洞中的生死与共 再到后来的灭门 抠单 乱葬岗 报仇 大雨中的穷气道 怡陵街头盘缓多日的偶遇 泄息不夜天 怡陵老祖在炎阳殿上 守着陈情 吹彻长夜 怡陵老祖失望透顶中 跳下不夜天的悬崖 绝望之际的寒光君 有一抹灵石随着魏无县坠入崖底 司命 接下来呢 翻越完手边最后一卷竹简 魏无县窝在蓝战怀里 早已泪如雨下 他从小生在凤族 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 怡陵老祖所经历的那些 对他来说只是故事 为何 说到灭门 剖单之时 会有那么明显的切腹之痛 还有一个竹简 吊您脚鞭 司命沉浸在故事里 无法自拔的时候 忽然听到魏无县问话 连忙用衣袖混乱蹭去脸上的泪水 帮魏无县寻找无故脱港的那一个竹简 竹简上记载 韩光君回到云深部之处 挨街边 烫烟 他便万水千山问林 走他走过的路 吹他吹过的风 喝他喝过的酒 受他受过的伤 穷尽一生 也没有等来那个不归人 时光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魏无县握在蓝湛怀里 双手紧紧环抱着他筋瘦的腰身 心 痛到无以复加的时候 眼泪还来不及滚出眼眶 就跌落进心脏碎裂的的地方 那个地方 被人生生贯穿了一个血窟窿 就算一个清浅的呼吸 都会牵动痛处 苦 无法说 痛 不可遏 微无限心上的血窟窿 已经让他痛到无法呼吸 那种痛似乎已经积攒了无尽的岁月 穿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历史长河 从最初的刺痛酸楚 到现在的哀痛麻木 他能想象 那个不善言辞的人 是如何一个人从春煎熬到下 又如何从黄昏吃等到日出 这一刻 他才真的读懂了梦中那个人 眼神中的痴情隐忍 心碎绝望 蓝湛紧紧抱着怀里的小凤凰 脸上有泪滑落 灼痛了眼 则灼痛了心 那个世人眼中的邪魔歪道 叔父眼中的天下第一祸害 是他的心 是他的命 那个天资傲人的少年 应该是佛前的菩提子 历尽了那么多的苦难磨砺 哪怕被现实脱皮削骨 依旧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誓言 还是那一颗银润如玉的玲珑之心 血色的天空下 是少年苍白的脸色 绝望的泪眼 弥漫在眼底的层层血丝 以及唇角蜿蜒不绝的血迹 卫英 伴随着悬崖边撕心裂肺的呼唤 声音的主人肝肠寸断 五内剧焚 那个被他示弱生命的少年 就这样活生生从他的世界里被剥离出去 哪怕他上穷壁落下黄泉 那个人他再也看不到 找不到了 私命主宝很有眼力 劲得退了出去 慌不择路地走到一个二人 看不到也听不到地方 抱着一根柱子放声大哭 天足有家规 哪有怎么样 这一刻 什么也顾不上了 只知道心头积攒太多的哀伤需要鲜血 就算之后会被长老们抓去抄家规 他也认了 蓝湛 我知道一定是你 从我技师开始 他就一直处在我的梦里 听进了我的心事 不知过了多久 魏无羡才从心碎绝望的情绪中走出来 习惯性的在蓝湛的肩头 蹭去脸上的泪水 嗯蓝湛 你不知道 曾经 温潮和江城都说我是痴人说梦 居然能爱上梦中的一个影子 原来 早在千千万万年以前 你我就是命中注定的情缘 怪不得 之前总是没事就到天足聊拨你 当时 江城还说我闲着没事干 属于典型的没事找抽行 现在想来 那分明是你的那一抹灵石 带着我 把我送到你面前 恩大手扣住魏无羡不安分的小脑袋 牢牢禁锢在自己胸口 似乎只有这样 那颗千疮百孔的心脏 才能得到稍息的安慰 那种痛到窒息的感觉 才能稍微减轻一些 蓝湛 等我们回到凤族 就用那个灵珠 给你生一大堆的小蓝二公子 也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复出来 后天我们大婚 应该是来不及了吧 额 蓝湛心中浓郁道 不见一丝缝隙哀伤 被怀中人天真蠢萌的问题 给彻底炸裂 双方父母早就催着要一个孩子 小东西 你早干嘛来着 中间之间隔了一天的时间 怎么可能孕育出一个崭新的小生命 蓝湛 我们大婚的时候 能不能让你们加风神 来点不大不小的风 为何 蓝湛还在私存着 未无限的上一个问题 怀里不按套路出牌的小凤凰 又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件白鸟羽太热 若是没有风的话 等你洞房火烛夜的时候 凤凰可能早就变成了烧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